律德记第一章第十九 至二十节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百里行 他们到了百里行合成的人走到京压 腐里门说 即是拿鹅米 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鹅米 就是甜的意思 要叫我马拉 就是苦的意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没错了 帝经节目你看见 这里解释了理由 为何路德超越了拿鹅米 进到神的时代计划当中 但这个就是路德的这种 在极之受苦当中 他仍然是甜的这种性格 是一定是来自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那种purity 那种的纯正 那种的结白 这个就是为何主耶稣基督 在马拉基书所说 他要来炼正我们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很可惜的是 在这个炼正当中 很多人仍然保持着他的杂质 他的经历就像这个拿卖 他们会觉得是苦 看到吗 我现在说的是苦 你看到吗 很多人不是有生之年 没有神的带领 或者不能回到神带领的教会 不过去捍卫 苦 他看来辛苦 痛苦 总之什么都是苦 按照他来说 那就是一定不是神带领 但我们开始这篇讯息已经说了 其实 牛米这家 真的是神带领 是神的计划里面一部分 而这个计划里面 就造就了路德出来 但相对牛米 本来可以说是 头号的候选人 竟然错失了 能够嫁给波瓦斯这个经历 所以好像我昨天所说的 就是说 原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你要记住 你的灵修为了什么 你听讲道为了什么 神的话是为了什么 我们知道了 就是主耶稣基督着他的话 将教会洗净 而教会就要毫无颠污 瑕疵就闻 我们要穿着结白 发光的袍子 去等候主耶稣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瑕疵 我们生命当中 这些导致我们痛苦的事 而事实上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 就如我所说 他喜欢用这种刺激的方法 因为他会带来三个反应 而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反应就是 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就发觉真理在收削他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终于会因为跟从神 而进到神的时代教会当中 而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承受大量的痛苦 而承受大量的痛苦的人 他不洁净自己 他就只有另一个方法 就是第二步 就是说 你不搞定自己 洗到你不怕痛的话 那你一定会做一件事 就是什么 就是逃避那种痛 所以我都说 你永远都要赤 你在行完真理之后 或者经历一个神的 带领为同在的时候 你发觉你的痛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你自己的瑕疵 来自你不圣结的话 我想你知道 你永远都不会跟到神的步伐 你永远都不会跟到神的时代计划 你永远都不会跟到神的时代计划 神一定会厉害你出去 你一有生之年 你自但就会有一天 走出去 而当然最惨就是第三种 就是这种刺激 这种痛一来到 他就立刻变了魔鬼 这些人 而顶之妹我们要处理这件事的原因 就是我们将来最大的福兴 就是带类像路德这些外邦人 他们信主 而这些人信主 他就已经直接 你都不用教他仁义的道理 教他关于道德方面的标准 他比你更加高标准 很多时候 他们的道德勇气 还比你的道德勇气更加高 于是乎你能够想象 那个福兴会多重要 他们能够行到的神迹会多大 他能够教导到人 和做到的榜样 是更加多震撼的 最震撼的是 这些人本身 因为他们本身有的 一直有的道德勇气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他们已经一早影响了大批人 所以当他们信主之后 那大批人都会信主 那大批人知道这些人 那些跟着他们的人 知道这些信主的义人 他一直知道他们是见证 一直知道他们能够做到的事 但是当见到他信主之后 他们那种更加大的改变 是能够震撼很多的人 所以将来 就如我所说的 这个妇人在艰难的时候 会诞生这个婴孩 但这个婴孩就会怎样 这个婴孩会怎样 这个婴孩将来 会用铁杖核管列国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路德的后裔 路德的后裔就是主耶稣 主耶稣就会用铁杖核管列国 你见不见 所以神是留下一个这样的伏线 给你知道 我们要懂得成为 好像路德这样的领袖 我们将来会诞生一个 很多路德一样的人去信主 我们不是要像这个拿鹅米 拿鹅米记住 他也是一个信徒 但这个是一个苦的信徒 而这个苦的信徒 他说出一句非常之 可以说经典的说话 也可以说 在他来说很合理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路德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 他说我满满地出去 耶和和使我空空地回来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拿鹅米没办法顶得住 因为他发觉这些是真是神带领的 就是换句话说 他开始出去的时候 想着风光地 现在大家明白 为什么会全城的人都懂得拿鹅米呢 因为原来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家 这样出去的 但问题回到来的时候 他们明白吗 三个寡妇这样回来 所以 是啊 是神带领 但是是一个拿鹅米 没办法明白的带领 是一个拿鹅米没办法承受的带领 他虽然未弃绝神 但是问题 他的生命当中 已经不是再 好像以前那麽单纯的去看这个信仰道路 他不是那麽单纯的去相信这个耶和华 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 不多不少 他对这个耶和华已经失望了 是不是呀 弟兄姊妹 但是问题 我们仍然在说 现在我们在说这几节经文 就是神整个时代计为主族的核心里面 竟然在这个核心当中 那麽米竟然觉得对神失望 竟然觉得神的带领好像是失败 那样 没错了 就如我所说 我们的杂质使得我们觉得 神的带领跟我们的梦想距离太圆 神的带领跟我们的理想距离太圆 神的带领甚至跟我们希望要有一个最基本人生当中的需要 都距离太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弃绝神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对神失望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甚至有些人叛屁了 这个不是神带领 我走 我离开神 我见尽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那些人所说的 只是大堆虚荒 因为这个明明是神的带领 我们就在看这个路德记这卷书卷 在讲着神的计划带领当中 里面不同角色 在同一个经历当中 他们有的反应 不只是他死了老公 路德也有死老公 是不是 不是他损失最多 是路德损失最多 流米已经一百年多了 路德还没跟他老公生个儿子 他们三个寡妇走 不是带着儿孙满堂的回来 如果真正在这个故事当中 损失最多 而甘愿继续损失的那个 是路德 明白吗 不是辣娥米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反而见到一个信主的人 他自己对神失望 但是路德反而没有神 他不认识神 但是他甘愿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以苦为甜 中国所说的含生如苦 去继续他自己人生的历程 而实际上 接着我们再看下去 这两三章 我们看到他在无悔下 去执行他自己的义务 而最终得到神所给他的祝福 路德记第一章 第十九 至二十节 于是二人同行 来到巴利行 他们到了巴利行 合成的人 就都经压 苦里闻说 这是辣娥米吗 辣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辣娥米 就是甜的意思 要叫我马拉 就是苦的意思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 奔跑天国路 不怕重挑战 只因你结伴相欠 折往标赶去 尽力呈献 愿最终得你加冕 人或是或变前 但我心不改变 热切争战 行狗正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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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